4月4号当天,北约各国用了一上午的时间集中讨论俄罗斯 内容不是通过外交手段化解与俄罗斯的矛盾 而是如何用军事力量限制俄罗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 北约的盟友要适应所谓的俄罗斯威胁 在这次会议上,北约通过了一揽子行动方案 帮助乌克兰和格鲁西亚 尤其是在黑海区域加强合作 包括对黑海上空进行更密集的侦察活动 增加舰艇在黑海海域的航行次数等 4月5号,罗马尼亚、加拿大、荷兰等多个北约国家 与乌克兰海军在奥德萨举行了海上盾牌2019军演 而就在几天前,格鲁西亚也与北约举行了高贵伙伴 敏捷精神等多场联合军演 演习期间,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访问格鲁西亚 并明确表示希望格鲁西亚尽早为加入北约做好准备 对于北约的东扩,俄罗斯此前强调对此不会无动于衷 3月21号,美军还首次在欧洲测试了快速部署战略 首批1500名隶属于第一装甲师第二装甲旅的美军士兵抵达德国 随后启用先前部署在荷兰的坦克战车 前往波兰与当地部队进行了联合演习 面对北约的步步紧逼 俄罗斯也展开军事部署进行应对 俄计划在克里米亚部署沃罗涅日地基导弹预警雷达 预计2023年投入使用 俄罗斯目前已在加里宁格勒等地部署7座沃罗涅日雷达 该雷达探测距离高达6000公里 能够对飞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卫星的活动轨迹进行跟踪 前不久,俄罗斯还在克里米亚部署了图22M3轰炸机 俄方认为在经过现代化改造后 这款轰炸机可以轻易突破欧洲国家的防空系统 俄罗斯与乌克兰戈鲁吉亚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现在北约要强化在黑海的军事行动 魏老师,这会导致与俄罗斯发生擦枪走火吗? 北约在黑海的军事存在已经逐步的强化 而且北约方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企图 就是想为乌克兰军队进行补劲,进行助威 那么具体的一些挑衅性的动作可能会由乌克兰军方去完成 因为北约方面已经明确表示 要支持乌克兰通过这种克斥海峡的相关的权利 那么说不定北约的一些军舰可能也会打着自由航行的这样的一个旗号 靠近亚素海或者说接近克斥海峡 那么对于北约的行动 俄罗斯也是针锋相对的进行了反击 所以我认为未来在黑海方向 俄罗斯和北约的这种博弈一定会长期化 一定会激烈化